我有看到老師有一些 除了旋律以外 老師會有一些很美的雙音 像比如說十度 類似這種 我很喜歡用十度、六度 這個是比較驚艷累積下來的東西嗎? 對 因為在西洋的作品裡面 很多很多西洋的經典的演奏曲 他們都很喜歡用十度 對 而且我發現 我會特別問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發現其實 現代人不太談這個東西 是嗎? 我覺得 我個人的經驗 然後個人看到的東西 我覺得我偏少 比較少看到這樣子的 聽到這樣子的聲音 對 可是光從老師這裡面 我就看到一堆 就十度 然後還有像老師講的 更音 然後上面有六度的進行架構 在那邊跟旋律做搭配 我聽到了很多這種很美的 雙音的聲響在那裡面 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 這個會是比較像是一個 經驗會有的東西 就是你看到別人這個樣子用 然後所以你慢慢的了解體會 然後慢慢去嘗試做 然後把它變成自己的一個招 對我來說比較不像是 普遍吉他手初步會想到的東西 這個可能可以解釋成就是說 因為我們算不同世代對不對 所以在我那個年代 我能夠練到的東西 有可能就是會有某一個路數會比較多 那慢慢因為隨著時間的演進 那你們現在這個你們這個時代 路數又更不一樣 對你們談到的東西的內容 跟我們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因為我大量的談那個年代的東西 所以潛移默化就變成說 這個好像就變成我的固定手法 那你就自然而然會用到這些東西 那到了你們這個時代 你們談了很多奇奇怪怪的 我們看起來也是很花很厲害的招啊 對不對 然後這樣 然後每個人或多或少 比方說都會有一點壓尾的印子 在在裡面 對 對 會有 一看就知道練過壓尾 對不對 一看就知道練過壓尾 就一看就看出來 就是說 這種東西就是我們在 我們的成長經驗裡面就比較沒有 所以就變成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每個時代的 各有時代特色的聲音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都蠻好的 因為像我覺得可以特別推薦給大家就是 老師你作品裡面有很多 十度的低音跟中間的聲部的搭配 奇怪我怎麼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十度我有用很多嗎 我沒有 我都沒注意到 我有看到有幾首啦 像比如說 然後還有那個 像這兩首的話就會有十度 而且是架構在 上面的聲音 對 然後像比如說有一些台語歌 我這邊記錄是 這兩首也有很美的五聲音接的雙音的聲音 跟旋律去做搭配 對這個都是讓我聽到我覺得蠻特別的 我覺得可以特別介紹給大家的 也想知道老師有把自己定位在什麼風格嗎 其實就一句話就是流行風格 那我的東西會融入一點一點點爵士的和弦 爵士和聲放在裡面 然後還有一些古典吉他的演奏手法 因為古典吉他他會比較精緻比較雕琢一點 然後裡面的細節稍微多一點 我就把這些比較高段一點的元素放到流行的音樂裡面 這個也是我另外後面想要問的另外一個問題是 老師大概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古典 是有比較正式的古典的訓練嗎 因為像我覺得老師的創作尤其明顯 左按印象或曲角地圖都會聽感上面都會很有古典的影子 那不是說就是它是古典樂曲 但是在聽感上面會有很有那個方向的聽覺效果 我覺得我那時候要入行的時候 我每天都會把台灣演出版一本叫古典吉他大教本 我都會拿把它攤蓋來練那個裡面的基本練習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練基本功的話 古典吉他的教材是非常好的一個範本 當然有一些古典曲子我也會試著去彈 但是我畢竟不是一個真正演奏古典的人 所以我的味道跟裡面的細節的要求 我並沒有往那個方向去雕琢去走 真的走到那麼深 對我也沒有正式的去拜師 嗯哼 我就純粹普面解決 然後聽一些大師的CD 這樣子去揣摩味道 至於說你如果真的跳到古典的世界裡面的話 哇那真的就是每一個地方都要雕塑 又是另外一個世界 完全另外一個世界 所以我只能說 我在裡面找到我想要的那種聲響 那種聲響或是那種音色的處理 然後變成我自己的話來說出來 所以我一直覺得我的吸收這個音樂的素材是多面向 那我的表達也是多面向 你可能會看到我裡面有這個啊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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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影子 不同曲風不同方向的影子 對很多影子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音樂這條路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追尋的過程 我也到現在還在找我自己到底是 要朝哪個方向去走 老師會想要有一個明確的定位嗎 還是你沒有在思考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東西一切的一切都跟個性有關 所以我可能比較習慣於在一個不明確的狀態 繼續往先走吧 因為像我自己已經有一點放棄 也不是想放棄啦 就是我沒有想要把我自己定位在什麼風格 我已經沒有在思考風格這件事情 對我變成很單純的就是 我看什麼喜歡我就談什麼 然後我喜歡什麼樣的澡 我喜歡什麼樣子的聲音我就談什麼 其實我認為finger style 紙彈 它就是一個流浪者之家 就是如果說你在外面 啊你藍調也不是搖滾也不是 然後爵士一點點 然後古典練不好這樣的人 就全部都收到紙彈的世界裡面來 所以它就是一個沒有風格 但是它可以包容各種人 歡迎進來進到這個框框裡面來 所以說起來也蠻好笑的就是 我只好把我自己定位為紙彈 不然我是誰 這個名詞其實還包容心也蠻強的 我就只能這樣去想 所以說人家要介紹你是誰 然後說董傑安是誰 那董應昌是誰 然後他們就紙彈掛的 對這樣講的確好像不會說 他是搖滾紙彈 好像不會這個樣子 他是拉丁紙彈 對對對 所以你總要有一個名詞可以把你收納進去 這樣講確實 這紙彈它自己是一個風格 但是其實它裡面有很多樣 它其實也沒有風格 對對對 最後我想要問 蠻有趣的一個問題 是我拿老師的歌曲來做舉例的話 就像柔侯香這一首歌 老師彈得很簡單 然後拉了很多長音 那我這邊做的筆記也蠻有趣的就是 我想問老師的問題是 老師是怎麼練心的 長音這件事情對 我相信對很多吉他手而言就會 因為吉他手會有一個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一個特性 就會想要一直彈 不彈的時候就會覺得 心情不太對 手很咬 那個休止符停在那邊 我想說 我現在要幹嘛 我要彈我要彈我要彈 心會進不下來 那老師是怎麼樣去處理這一方面 會去思考這一方面 這個歌你回去聽原曲 你要把它想像成你在唱歌 那你如果一直彈的話 就表示說你一直唱 然後你都沒有拉長音 那你有聽過這種歌嗎 就是Rap 一直唱 沒有拉長音 全部都是很短的音符 但其實這個歌有很多長音 那你要把自己想像成是一個歌者 只是你今天是用吉他唱歌 這是第一個 所以你不要覺得自己的長音是尷尬 那第二個是 那我建議大家去買一台效果器 效果器 然後Rever 哇 那你就不會急著彈下一個音 你會有後面的效果成這樣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 你剛剛這個問題 其實也適度的點到一個點 就是說 為什麼有人彈吉他會比較容易感動 是因為他去模仿唱歌 Voice Like 就是說你如果去改編歌曲 你一定要彈出那個歌曲的那個唱的那種感覺 你如果沒有把唱的感覺融入到你的手指裡面的話 你彈出來的東西就比較死板 模仿人生 簡單來講就是這四個字 這讓我想到的事情是 是不是我們心裡面也要有那個聲音 然後剛好只彈的特性就是在模仿一堆不同的樂器 沒有錯 那如果我們能夠把不同的樂器的聲音 不同的聲響 真正的融到我們的心裡面的話 你心裡面就會有那個聲音 那聲音在你的心裡面唱歌的時候 你就會很清楚這個聲音的控制 它該長就長 它該短就短 對 你就不會那麼尷尬的去想說 它是一個長音或是一個短音的問題 所以我非常的建議彈吉他的人也能夠唱歌 自彈自唱 不一定要自彈自唱 至少你要能夠唱歌 我非常建議這件事情 唱歌真的是一個蠻直接可以解決很多問題的一個步驟 對 不論在練什麼東西 好的 我們節目進行到了一個尾聲 那這一次我要非常謝謝董老師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來做一個這樣子深度的訪談 對 那在這個最後當然就希望大家可以追蹤老師的FB Instagram 還有YouTube 老師最近也出了這個直彈吉他經典3的這本書籍 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 然後可以去購買 有購買的朋友也可以掃這邊的QR Code 老師都有彈奏的示範啦 對 然後掃這個QR Code就可以看到裡面所有歌曲的示範演奏 有追蹤老師的YouTube的話 也可以在老師的YouTube看到所有的歌曲的演奏示範 老師也很用心就把它弄成了一個 播放清單嘛 對對對 所以就是也可以就是播放清單點下去就開始play一整天 對當背景音樂也是很適合再喝個咖啡之類的 OK 那最後就非常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很好玩 好嗎 对